那么一会OB喊我 我先切入来看一看互动帖子 这个如果看不了去当2.cc看就可以了 后来你看PPS也可以 这比赛也是节奏太快了 就基本没有没有让我休息过 好了进来了 那么 好 那我们看 这边17分钟支出是假腿狂战 胜变魔杖 这个数据相当不错 貌似还没人喊 因为我这个组如果是电信打电信的话 没什么用 不定是这边因为也是线下 那么可以跑到这个电信网卡打的 也可以跑到网通参加PPS 这个类似我们这个线上双性链是吧 这个各种都不放过的 各种都不放过的 牛这边也是放弃了裸奔跳刀 我看到钱从1500变成1000了 果断出了一些装备 把数据撑到他了 原始龙团还是想拿这个塔 这塔实际上就可以占卜了 就是今天方向承打这波团战 这次也可能 这个蓝猫蓝猫 直接死了呀 好养住了蜘蛛女王过来 F一个大波 F没F到蜘蛛好像 因为听到一声减速是蜘蛛开大了 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减速 冰凝冰出了咒斯 给了一个粉 两个隐身的 女王赶紧跑到这边又撒了一个粉 上方 SK戳起一排一点 但是自己直接倒掉 枉猪蜘蛛 女王过来F小Y太脆了 女王这边 杀死一个 冰凝赶快 这一层团战 躲到最后去了 躲得很靠后啊 这边蜘蛛 也是没有出气品啊 直接是继续撑血 20点力量 不是在的 那这边KOP团战也是够的游戏 确实是比较稳定 那小Y 每次站位都出一些问题 反正第一个死 不过死之前也算是把蓝放光了 碰碰果然是出分天府 在这边 安心的带线打钱 中午天方继续防守 上路是蓝猫 一个人 11级 那边牛 牛1700可能想回家 蜘蛛是又存了1100了 我们看这边 SK是拿福之前 哎呀 这个 中了个箭 中了应该是5秒 我看半天没有吭声啊 直接在隐之物前死了 这边我们看POM绕过来 大家要注意啊 绕过来是有风险的 给大家说了 好漂亮 这个塔拿的 小Y的血1000出头 咒死一套COMBO 直接死的这件是用冰女 我说给你该送死 不送 啊 队友必死了又跑来 不要送一下 也不用你掩护 又不能看到女王吧 这个女王这只团战的爆发力啊 她是个收割者 说她不是一个 嗯 特别好的 DPS跟制造火灾的人 她制造不了火灾 她制造火灾就是所有人都把技能往她身上甩 这不叫制造火灾啊 所以吧 这边 我来自左边TP回来 也到11级 那么级别是没落下 级别也没落下 23-12 目前军美方领先了9分 我们也是sale一下 感觉这样比较 目前军美方的胜算比较大 但是有一点不多说 天方蓝猫六点还没开花出来 把军美方天方每个点都多点开花了 当蓝猫真正在团战里面打好的时候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好的 也是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我们掌门最近加入了在线时间的这个图标 一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在线时间还在调整阶段 不是不是最不是最终版的 目前这一本还比较那个 还有些问题啊 还中间宙斯是11级 感觉这样比较宙斯也是solo 但是他级别上没什么优势 牛终于是22分出的跳刀 但是也是没11级 没二级大 游走的牛的问题就在于他出跳 一般的时候是没有二级大的 我也是打游走的牛打的比较多 游走的牛打的比较多 2000一突的很快 但是第二级大出的很难 就刚出跳第一波伤害不够 不能给别人惊喜 好过来 这可就抓了 但是你不知道对面也有这个埋伏吗 哎呀 我们说了 很多人天真 很多人天真 就是他认为别人比他还天真 知道了吧 好 控制住锤上 哎呀 两个人头 这两个人头天荒 真的是伤了 但是聪明反对聪明物啊 别人没你想那么傻啊 知道吧 记不这句话 总是把别人往傻子触下了 过来直接三连 这个冰女之举 感觉这个 哎呦 右边这边又杀人了 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都三度压了别人加弓头了 计计了 那不离这边啊 打出机器 这场比赛也是在二十三分钟 给我们贡献了四十个人头 好吧 那我们马上烧着去给大家 在下一场比赛 那导播里面也尽快安排 我来给大家简单教育 我们再去